作为90后就流量演技并存的实力派演员杨子 她的剧一直都是被观众看好的 从香蜜沉沉静如霜 到亲爱的热爱的 沉香如泄 余生请多指教等等 撇开从前的剧 就这两年的成绩拿出来 都已足以证明她的实力 杨子合作的男演员不是流量 却在和她合作后 很快跻身一线 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而她合作的男演员也很多 如今这部《长相思》 从拍摄开始就会受关注 杨子饰演女主一个单纯的小妖 四个与她有感情纠葛的女主 最近《长相思》的五位主演 杨子 张婉裔 邓维 谭剑刺 王红裔 再次合体录制综艺《你好星期六》 其中谭剑刺饰演的香柳半项一出 就成为本剧最大的看点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就是美 美得雌雄莫变 美得令人心动 白衣淫发在血中 更是干净的一尘不染 犹如仙人 谭剑刺都古装太绝了 这红衣白发更是惊艳所有人 随意走动 带动衣衫 轻鼓而过 太绝了 杨子的演技和古装扮相也很好看 虽说是绝世大美女 但是也比有一般灵动